大家好,我是李船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总是提到前车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内容 什么叫前车? 它的全称是船手侧向推进器 简称手侧推,英文叫Bow Truster 因为它一般安装在船头,所以就叫前车 就是手侧推 如果把这个设备安装在船尾,那么它的名称就叫尾侧腿 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楼仙桨向左或向右排水 从而就推动船头向左或向右的偏转 目的就是增加船舶的机动性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靠离码头抛锚这些作业中 确确实实起到了非常强大的作用 我们来看这条油轮 这个是我在洛杉矶实际拍到的 它离码头的时候,我没有来得及拍 但是从头到尾确实没有看到拖轮 就是因为这条油轮 它在船头有手侧推,也就是前车 它在船尾有尾侧推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拖轮 非常的灵活 那今天我就带大家咱们去船头看看去 实地考察 说走就走,边走边聊 还是走这个地下街 一路前行,一直来到船头 在篮球场的旁边 大家看这个就是 打开水密门走入前车间 那这里边有好几层啊 大家看到的这是第一层 我们要从前边这个楼梯啊 继续往下走 一直走到最下面那一层 哎,左边的这个绿颜色的 这个就是,我们先浮看一下 这个 好,现在终于走到最底层了 嗯,抵达了 那么看这个 有高有大的 这个就是前车的马达 那它下边连接的就是轴 轴连接的就是螺旋桨了 我们看这个轴在慢慢旋转 它不是启动了啊 它是这个扬流的作用呢 带动这个桨叶在旋转 实际上是空转了 那有朋友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你螺旋桨明明是在转动嘛 你转动的话就会有动力产生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它是空转的呢 这里呢就要介绍一下 螺旋桨的一个概念 固定逻辑和可变逻辑 什么是固定逻辑啊 就是桨叶你张开的角度是固定的 这种螺旋桨 它是通过螺旋桨自身每分钟的转速高低 来调控速度的大小 用正转和反转来实现正道车 螺旋桨不转就是停车 可是可变逻辑呢就不一样了 它的螺旋桨呢转速是固定的 它是通过调节逻辑也就是说调节 桨叶张开角度的大小来调控速度的 来实现正车倒车和停车的效果 当螺旋桨的逻辑为零的时候 也就是说几个桨叶我都没有张开的角度 我平平的排在这里 这个就是停车 所以这个时候你螺旋桨再怎么旋转 也不会有动力产生 这种可变逻辑啊 大多用于对操纵性和灵活性要求比较高的传播 因为它可以快速达到用车的效果 你比如说协助大船靠离码头的托轮 它采用的就是可变逻辑 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前车 它用的呢也是可变逻辑 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前车 顺着这爬上去看 这边还有个灭火器 这边有个这是什么 Main Terminal Box怎么翻译 高压危险高压 我们看它下边啊 它下边有个电缆这个红色的 那就说明这个前车是用电的 那这个前车确实是用电的啊 它不是烧油的 那它的电压要求是多少呢 6600伏这么高 那这个电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发电机直接过来的 我们船上的发电机啊 是发出来的电呢就是6600伏 然后它通过变压之后呢 再变成440伏变成110伏 供给不同的设备使用 但前车的用电就是6600伏 所以呢直接供给前车就可以使用了 那这个前车的用电呢 负荷是比较高的 你像我们船如果使用前车的话呢 就要事先开启至少三台发电机 那有的船呢 它发电机没有发出来的电 没有那么高的高压 这也没关系 通过增压呢达到前车的要求 再输送给它照样可以使用 在刚才那个又高又大的电动马达旁边呢 发现了这么一套设备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边还有一个表来读取数据 SET什么压力什么 多少公斤压力的好像是 下面呢有两个阀门 在控制什么东西的 这个阀门我看连接到上面 这个阀门就连接到那个表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看着很复杂的一套东西 这边有个蓝颜色的 有个牌子上有写 方向控制阀 控制方向用的 那控制什么方向呢 董行呢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吧 像我这个外行慢慢研究 还得要请教我们轮机长一解释 我才能明白 那么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东西啊是液压泵 大家看很多高压的这个液压油管啊 那么它就是控制刚才所说的可变逻辑 控制那个逻辑大小 就是讲液张开的角度大小 控制它的 那这边有两个控制箱 控制开关 那左边的呢 就是电动马达的启动开关嘛 应该是 那右边呢 就是这个液压泵的启动开关 当然了这是当地的一个开关啊 在驾驶台呢 也有遥控 可以遥控的启动它 那行吧 咱继续咱的探索啊 我这一个外行啊 带着大家咱们就瞎转悠吧 外行看热闹嘛 咱看看热闹也不错 那好多东西呢 我都是事后请教我们轮机长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也只是知道一个皮毛而已 比如说这个蓝色的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这个管路接到它里边啊 这边也有 上面还有一个小阀门 哇 看起来是真挺复杂的 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这个滤器 一个滤器 过滤用的 它过滤的是环保滑油 就润滑油 你这个前车运转肯定离不开润滑油 大家看这边还有一个数据的监控 那它监控的是什么呢 对吧 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它了 隔行如隔山嘛 我本身也是个外行 这个如果要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清楚 就比如说这个表怎么看 数据是如何 哪个达标 哪个没达标 这些都要从头从基础开始学习 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呢 是过滤滑油用的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就是轴随 轴随 那这边应该就是左旋方向 这边就是右旋方向 当这个电动马达启动运转之后呢 它是肯定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动齿轮 最终带动这个前车的螺旋桨来旋转 向左右拍水 这样不就达到效果了吗 那这些呢就是前车的主体 那这边呢还有两部电话 是负责联络用的 这个我知道对吧 这边还有一个设备啊 大家看着是否眼熟 它是应急消防蹦 当然了 它就是只是设置在这个位置 跟前车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没有关系的 我怎么发现 这边有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 不信咱们上去看一看 看它到底是什么 就是这个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有这个我没请教我们轮机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大家有懂行的吗 在评论区留言 看这边有管子接到刚才那个电动马达 这个有个摇瓣 还能摇动好像是 大家留个言吧 这个到底是什么 船的大小不一样呢 它所配备的前车 它的功率呢也是不一样 拿我们船来说 这种差不多一万箱的这种船呢 它所配备的前车的输出功率呢 大概是4000匹马力 那比我们船要大的船呢 它输出功率肯定还要加大 堪比一条脱轮吧 那好 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